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Osmolens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Mastermind Creations Spartan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玩具的包裝,在盒子的正面這裡有一個玩具本體人型的一個照片 然後它的編號是R13 Spartan Mastermind Creations 這裡是16歲以上才可以玩的一個玩具 翻到盒子的側面這裡有一個Spartan 盒子的背面這裡有人型載具一些動作的一些照片 另外一面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盒子的上面這裡有一個R13 Spartan 這下面Warning 緊到喔 那盒子它是可以打開的,它是一個磁鐵 吸住的,它正面是一個磁鐵黏住的 那打開來可以看到玩具的一個本體 Reformatted 就是重新變形的一個意思 那這裡有一個Spartan的一個插畫 那大概盒子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到玩具的本體,首先先從載具型來開始看起 那這款玩具它有附帶一個說明書 說明書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說明的步驟說的是相當簡短的 並沒有非常詳細 它只有這幾頁而已 1、2、3、3頁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一個漫畫 顛倒過來看這裡有一個Spartan 也就是我們這個IDW漫畫這個雷霆拯救隊的第一代隊長 Impactor 也就是撞針 然後裡面有它的一個漫畫 然後全部都是一個彩色的印刷 畫的是相當的不錯,非常的精緻 看的蠻屌的喔 你看 看起來是不錯的喔 漫畫的頁數 比說明步驟還要多 它跟這個怪物對決 大概像這個樣子 然後它跟這個怪物把它幹掉之後呢 那種全身受傷,這個插圖畫的還不錯 蠻屌的 那說明書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附帶一個人物卡呢 我放在吉卡這沒有拿出來 那還有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這個 武器丟到旁邊去 這個磚子丟到旁邊去 這個東西,槍丟到旁邊去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東西 也是跟武器裝在一起的東西 丟到旁邊去 滾滾滾滾滾開一點喔 回到我們的載具 那這個載具呢 它的這個載具形態是一個 賽博坦形形 外星球的一個坦克 或者是說 推土機 還是說 有著大砲的一個推土機 又或者是說 有著推土鏟子的一個坦克 我真的搞不懂我自己在講什麼東西啊 那基本上這個載具呢 在我的感覺裡面我覺得做的是還OK的 細節刻畫 各方面是還OK的 那最不好看的一個面呢就是在後面 這個車尾的地方呢有點爛尾 關節就直接暴露在外面 然後這個就 就不是很好看啊 那其他地方呢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那這個玩具呢 我是有貼上一個第三方貼紙 Revo Labels的貼紙 那我幾乎每一款玩具 我都會貼上這個第三方的貼紙 那我做這個節目呢 有一部分的原因呢 也是希望讓 各位同好說 能夠說 看看這些玩具 貼上貼紙之後的樣子 作為一個參考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先從這個 推土 或者是鏟子 這個地方看起 那這裡有新增這個 反光的條紋貼紙 以及這個金屬處理的貼紙 然後這裡有新增兩張綠色的貼紙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喔 那這裡有上銀漆 然後這裡有一個活塞的一個 也不是活塞啦 這個叫做什麼 油壓管的這個設計 如果你把它左右旋轉 它是會跟著一起連動的 然後這個槍呢 是可以上下自由移動的 那看到車子的側面呢 這個履帶的刻畫呢 也是做的非常的立體 非常的不錯 然後這裡有一個槍管的設計 它是可以往外搬的 你可以隨意的 愛往哪邊搬 就往哪邊搬 然後這裡有新增一張貼紙 以及這個紅色的貼紙 然後這個金屬處理感覺的這個貼紙 貼在這旁邊 看起來是非常不錯 增加非常多的一個細節 看到車子後面呢 機器人的胸口就在這邊呈現出來 看起來是非常立體的 那也有上銀漆一些塗裝都各方面 非常的不錯 然後這裡有一個 新增的一個博派的標誌 然後以及這個 1234 4塊貼紙貼在這邊 感覺是非常不錯的 腹部呢有新增兩張貼紙 以及車尾的地方 這裡有新增兩張貼紙 看起來是不錯 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是有點鳥的 有點空洞有點空虛有點覺得冷的一種感覺 那這個載具的細節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們拿出它的第二代隊長 Spriner也就是彈簧呢 拿出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基本上它們的大小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那風格上也是非常接近的 那我這兩款因為都有貼上一個Ripple Labels的貼紙 所以看起來呢風格上應該是更加的融合一點 它們都有一些那個相同的一些條紋的一些元素 在這個貼紙上面 那擺在一起看呢 看起來是不錯的 那基本上呢 這個 載具的型態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呢先把這個 砲管 把它拔起來 就像這個樣子那安裝呢這裡有個洞 就這樣裝下去 把它丟到旁邊去 接下來就把這兩邊 這邊有兩個卡扣把它分開 這兩邊把它分開 像這個樣子 翻到後面來 然後這個東西把它稍微移出來一點 這個地方可以扣住 這樣子 扣住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扣住 然後呢把這個雙手這個 把它分開來 把它雙手分開來 這邊有一個小部件 這個也是 隨著玩具附在盒子裡的 把它分開來之後呢 把它這個東西把它手 往外扳 拉出來 另外一邊也把它拉出來 翻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先處理它的腳 把它的腳 把它 往下放 放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往下放 放到正確的位置 然後翻到這邊來看呢 把它往外轉 9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往外轉90度 讓它這個上面跟下面這個形狀吻合 然後呢 再把這個東西 這兩塊東西一起轉 轉到這個 身體的前面來 像這個樣子 這上面跟下面一起旋轉 它是有兩個關節的 這個轉成這個樣子 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這兩塊一起轉過來 然後這關節是非常非常緊實的 然後接下來呢 就可以把這個 這邊把它搬開來 搬開之後呢 把這塊東西折下來 翻到這邊來 把它合起來 然後這個腳底板這個部分呢 把它往下翻 這個地方是一個球形關節 把它轉過來 180度之後呢 轉到這個 槍管朝前面 放到這裡來 然後這兩塊是可以打開的 像這個樣子 然後把這個槍管收起來 那一隻腳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把它打開來 把這個東西翻過來 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呢 把這個腳轉轉轉 隨便轉轉到這邊來 把這個收起來 這兩塊東西把它打開來 那兩隻腳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個 這塊部件呢 這邊後面 這塊東西 把它翻開來 把它翻到前面去 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這邊這一塊 這塊東西把它拉開來 翻到前面去 然後這個東西把它往下壓 它是扣住的 然後這個東西 就可以把它 往外拉 拉出來 這裡面是有很多關節的 可以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呢 裡面有一個關節是可以旋轉180度的 就把它旋轉180度 旋轉180度之後呢 把這兩塊東西把它往下放 往下放 然後呢 把它胸口打開 胸口打開 把它的頭 翻出來 翻出來 繼續往前推會扣住 跳一聲 然後先不要扣回去 手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 背後這裡是 這裡是有兩個凹的 對應這裡面 這裡面這兩個 這兩個尖尖的 這兩個凸 這個是要扣在這裡 那就把它 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呢 旁邊這邊 這邊有一個凸 對應這邊有一個洞 這個也是要把它扣進去 來喔 扣起來 就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呢 也把它這個扣起來 扣起來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扣起來之後呢 這個白色的這個部件這邊 這邊有兩個凸的 這個對應這個 胸口這邊呢 這邊有兩個凹 這兩個呢 是要把它對在一起 把它 固定住的 那再把它扣 扣扣扣 把它手稍微移開來 有點占位置 叫它滾到旁邊去 這個手真的是擋在這邊 然後把這個東西 有點鬆開了 扣起來之後呢 扣起來之後把胸口這塊 合起來 扣起來 這邊 這一塊 這一塊跑掉 這一塊 扣起來 那這樣就固定住它的手臂 以及肩膀 然後呢 手的部位呢 就把它 拉直 拉直之後旋轉旋轉旋轉到正面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後面這個手呢 把它拉直 拉直之後呢 轉過來 拳頭旋轉到正確的一個位置 然後呢 再把它這個 下面這塊部件 下面這塊旋轉180度 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這個 Spartan 也就是我們這個撞針 Impactor的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大功告成了 在我們這個Spartan變為人形之後呢 看起來是非常的正點 人形的四肢比例 造型 各方面 然後以及後面的收納 整個人物的完整性呢 各方面都是做的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頭雕 它的頭雕呢 給我的感覺呢 是很像那個古代的那個斯巴達 那個戰鬥民族的那個感覺 那個 那個盔甲的 戴上那個頭盔的那個感覺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Spartan 就是那個斯巴達的意思 然後這裡呢 則是有新增一些貼紙的 然後這裡有個博派的標誌 那頭呢 是這裡有新增一張貼紙 這個綠色的這一張 臉是有上一個銀漆的 然後這裡有一些黑色的線條 整體的刻畫是非常不錯 胸口呢 這個 這個類似保險桿 這個都有上一個銀漆 那塗的都是非常的不錯 然後裡面呢 也有上一些顏色 然後做的是不錯的 腹部這邊呢 也是有上這個類似這個 米黃色的這種漆 然後這裡有新增兩張貼紙 然後看到手臂呢 這裡有新增這個條紋的貼紙 然後這裡有上一個銀漆 這裡有新增這個條紋的貼紙 看起來是非常不錯的 看到後面這邊就是這個 這個推圖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車型之下有看過 然後兩隻手都是一樣的 然後看到下半身呢 下半身膝蓋這邊這個有一個紅色的塗裝 塗的是不錯的 那這裡呢 這裡有一個綠色的貼紙 這裡兩邊都有 然後以及腳底板的部分呢 這個在車型之下 也有看到是這個條紋的貼紙 以及這個紅色 以及這個金屬處理這個感覺的這個貼紙 看起來是非常不錯的 看到後面呢 後面基本上沒有什麼新增的貼紙 那細節刻畫呢 基本上是還不錯的喔 後面這個背包的部分呢 這裡也有新增兩張貼紙 那看起來是不錯的 那所以說呢 基本上這個人物的細節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剛剛拆下來這個 砲 這個東西呢 是可以安裝在 它肩膀這裡的 這裡有兩個洞 你隨便愛插那個洞就插那個洞 那通常來說呢 我會插在這個洞 插上去之後呢 就更加還原漫畫裡的那個造型 看起來是非常不錯 可以左右移動上下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它有附帶非常多的這個配件 這個東西 這個在漫畫裡面呢 也是都有 好像都有出現過 這個是它象徵性的一個武器 還有這個 這個錐子 這個磚子這個東西也是 安裝方式也是蠻簡單的 就把它全都拔起來 然後把這個東西插上去 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看起來也是不錯的喔 看起來是蠻帥的 那另外一隻手呢 我們也把它拔起來 把它丟到旁邊去 我們給它換這個東西 這個磚子 它也可以像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武器非常強大的一個角色 那它的角色呢 就是雷霆拯救隊 第一代初始的一個隊長 所以說呢 它是很屌的喔 很強的喔 那我們拿出 第二代的隊長 剛剛有出現過的這個 彈簧 這個雷霆拯救隊呢 其實它裡面的成員有非常非常多 包含這個彈簧啊 殺暴啊 上選啊 陸霸啊 它有非常非常多人 那雷霆拯救隊呢 也就是說 博派裡面一些 精英的一個部隊喔 那它則是一個第一代的隊長 然後彈簧是第二代的一個隊長 那它們兩個擺在一起來看呢 基本上看起來也是非常的正點 非常的搭調喔 擺在架上 身高呢是這個壯針比我們這個彈簧高一點的喔 那其實也是蠻符合這個動畫裡面的設定 漫畫裡的設定 那基本上呢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風格來說呢也是非常搭調的 看起來是不錯的喔 那基本上呢 這個跟這個彈簧的 這個比例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請它下去休息 滾到旁邊去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性 首先呢頭部是一個球型關節 360度沒有問題 然後往上可以看的蠻高的 往下沒有問題 那肩膀360度沒問題 二頭肌旋轉 手臂平舉 手肘彎曲是一個雙關節可以彎到 這種程度 非常的屌 然後拳頭可以旋轉 然後腰呢是有一個腰轉的 非常的不錯 然後大腿 大腿這非常非常緊 往前 往前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塊東西會擋住 你可以把它移開 所以說 往前大概可以踢到這麼高 膝蓋彎曲 大概是90度 然後呢側踢 側踢往旁邊踢 會稍微被這塊東西擋住 這塊東西稍微會擋住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大腿旋轉有 然後腳掌是有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接地 是非常屌的 非常非常正點 它可以做到這樣子 非常不錯 那所以說呢這款玩具 它可以擺出非常非常多不錯的一個Pose 然後它關節呢也是非常非常緊實的 擺一起Pose來呢基本上 是可以擺出很多很帥氣的Pose 然後站立性也非常不錯 那可動性也是非常棒的 這款玩具呢是第三方公司出產的 然後可以讓一些收藏家呢 把一些雷霆拯救隊的一個角色 貼上第三方貼紙之後呢看起來是更加正點的 那這款玩具呢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對雷霆拯救隊呢沒有特別情節的人呢 是可以不需要去購買的 不需要去特別購買 並沒有說好到那個程度 那如果說你對這些角色有興趣的話呢 那這個角色呢應該就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第三方的一個選擇 那今天這款 Mastermind Creations的 Spartan的分享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掰掰 我們是雷霆拯救隊的 我們是雷霆拯救隊的 從雷霆拯救隊的